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啦 怎么可能 我是说吃东西 我都说了其实这种结婚的事情是要两个人互相了解互相体谅的 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吵架了 我没有啊 我们可以继续拍节目吗 我可以选我要吃的东西没有 你要吃什么 我进去选 走啊 你也是有旋律 你不要走也是可以在那边的 我先走 哇 这些肉都是可以选来 然后叫厨师煮的啊 是的 够多选择了吧 你看这边很多牛肉啊 你不吃牛肉 牛肉我不吃 但是我看到哦 是marble beef 那个好像大理石啊 云石 那个脂肪纹的 你就好啦 我看到那边有口水耶 我看到那边有这个耶 Aberico Abanico 黑毛猪的三肉耶 哇 还有 你看一球一球那是什么 平时没有看到的哦 肉碎辣 肉丸辣 哇 还有那个Sakura櫻花肉哦 那是本地的櫻花肉 哇 还有很多种的香肠耶 我们全部都来一点哦 做一个blatter 是 你开心就好啦 可以吗 来 你选先 这个可以吗 可以耶 好 刚才我讲到的都要啦 今天我们不要吃牛肉好了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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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Aberico Abanico 中文你现在有圆圆啊 没有啊 开心 你看啊 上面还有的点Salad Pasta Poteto耶 有啊 都一点点嘛 不然只吃肉又很无聊 可以 他要什么给他什么 我是因为肚子饿 你有听话我讲话的啊 我很大声 你知道女孩子是不会肚子饿的吗 我知道 Hangry 还有什么 他们自己腌制的啊 可以自己选真的很重要 是 可以啦 可以去等着吃了啦 去做 我要坐这边吃 有没有搞错你选这样多我们怎么吃得完啊 都是我的错咯 那吃猪肉没有问题吧 好啦 这样子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品尝一点 今天的那种幸福感就满满了嘛 我只怕你变猪罢了 不会的 我们好好享用 是 黑毛猪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它是吃这个像果实的 而且呢 天天到处乱跑啊 所以它的肉是很扎实的 那这一块呢 就是所谓的扇肉 这个部分刚刚老板娘说 是特别的有弹心 然后如果你煮七分熟的话 它更像牛肉 我刚刚咬下去的时候 我真的有那种感觉 真的啊 那我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比较 因为我平时就没有吃牛肉的嘛 可是要讲到它的那个肉感真很好 它就是嫩和嚼劲之间的一个混合体的感觉 然后最主要就是 它烤的那个香味非常浓郁 对 然后他们家呢 有两个招牌酱料 一个呢 就是有那个肉汁的 咸咸这样子 然后带一点那个猪肉汁的那种甜味这样 所以参在一起吃呢 其实很大 然后呢 这个一坨放在旁边 那个呢 它吃起来有一点点呛的感觉 而且还是比较稠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 也是可以解掉一点肉的腻感 我们可以不可以吃那个大菇 Portobello mushroom 然后里面就装了很多很多的cheese 还有bacon 对 这个大菇啊 在这间店呢是很热卖的 我跟你讲这不是最大的 他说还有更大的 还不大 我不知道到底那个大可以指大 我明白为什么 这里的大菇这么受欢迎 刚刚一咬下去的时候 它会喷汁 它放了很多cheese cheese一多 它就变得那种QQ的感觉 它的bacon 其实就稍微比较少一点点 可是还是有那种香气 比例刚刚好啊 是吧 其实你来这边吃东西呢 他们有个概念就是 你可以共享 就是你跟你的家人朋友来的时候 点了这么多 你看salad 粥这些 你可以共享嘛 又很大分啊 一定要共享 它有一点像那种猪精肉 所以你咬下去的时候 它就是很弹牙的 它没有那种很油很油的感觉 这种猪肉呢 其实它是属于很健康的有机猪肉 对 因为它吃了那个饰料 就是没有那个antibiotic antibiotic 然后饲养他们也是很用心的 这个它给你的感觉就是瘦肉 可是它的确是有一些些的油分 它旁边薄薄的部分是脆的 然后你配上它这个 它的sauce 是有点像那种cream sauce 我刚才吃到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mushroom soup的味道 狮子头 狮子头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点 这个很像 你不要看它bacon的部分啦 就有点像狮子头 bacon是他们自家做的 然后这个黑毛猪肉碎丸子 很大一颗 它这个外皮就有经过烤炉烤 然后有过油 所以你看它有那种脆脆的 所以那个bacon已经变脆了 可是你吃到里面的时候 真的像是我们吃那个手打丸子 你直接拿去扫过水 你可以吃到它比较原来的味道 最主要还有放一些香料啊 然后去调味 还有放洋葱在里面 所以其实吃起来 也不会只是单单只是肉 还会有一点点洋葱去做搭配 今天我特地选了 两条甜的香肠 然后它甜到不是过分那种 它有一点那个cranberry 很天然的那种甜味 一粒一粒的嘛 就是它的那个果肉啊 意外的搭耶 还有一条是辣的 是是是就是我点的那个 在你吃了很多的肉之后 你吃这个突然间 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你只要用那个大红辣椒啊 把它剁碎去 弄成那个bow 它就是用那个来调的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那些肉碎都很新鲜啊 而且呢不会说扎实到很硬的那种 它还是有一点点咬下去啊 感觉就是灌里面的时候它不会紧实到 好像吃ham的感觉 对 它就是还有一点点参差不齐的感觉 对那个口感我才是喜欢的 好 喜欢吃香肠可以来try 这也是黑毛猪的猪排 Sparricks 嗯 这是个仪式 其实 其实是蛮软的耶 很香耶 它应该有用这个香料去腌制过 对它也是腌制过 所以它很入味哦 这个咸香味十足的黑毛猪排呢 它会让你吃到一种新鲜感 它跟一般我们吃到的所谓的猪排 是不一样的味道 不是那种甜甜的那种BBQ sauce啊 它没有涂那个 sauce 都没有 而且它选择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油分还是有的 然后最主要因为它的品种的关系 我们讲一讲去 还是要讲不要点原材料的问题 新鲜哦 对啊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烤得很好 所以等一下要去哪里吃啊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嗯 阿嬷我去兜风啊 哎呦不要出去 哎呦很多车在这里玩就好了 我要出去 你出去啊等下阿公回来啊 打你啊 这边玩 这样煮不被阿嬷哦 吹吹风 来来来坐坐坐 这样子了你好玩 等一下阿公回来煮好吃的东西给你吃 我兴起别被 超傻瓜 我煮东西给你吃了 塞住你嘴巴比较好 哎呦 哎呦 吃拌面好不好 葱油拌面 哎呦好哦 我们这里有的吃咩 有啦 这里是一个比较居家式的餐厅啊 你也可以说它是私房菜 但是你一进来呢 你就觉得很舒服 因为好像回到家 然后这边有他们的那些 手工一瓶 都会在那边贩卖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来这里 就可以喝到好喝的手冲咖啡 开三天吗咯 这里真的是老板娘的阿公的家 是啊开了四年 原本只是开两天的 后来就是Irce又过真的很多人 我想今天我们尝试过它的食物 然后应该更多的拍 好 来 我们可以回到阿公家 好好的享受 就是回到阿公家才要罢工 是啊你压力很大最近 你看这个食物很好吃的感觉 葱牛拉面 那个调味料啊 也是他们自家的味方 对是用这个青葱啊 还有他们那个黑糖面啊 酱油啊等等啊 去调制出来的那个拌面的酱 嗯 好吃 拌面的那个酱料 非常的香 很好吃耶 我在捞这个面的时候 我已经嗅到它的葱油的香味 可是当你吃下去的时候 它并不会是那种很重口味啊 很腻的葱油的味道 反而是很清香的 而且啊其实它魔鬼蛋上面 也放了几片那个薄荷叶 刚刚我们把它捞进去了 所以那个香味啊 突然间它冒出来的时候 是另外一种惊喜跟惊喜 而且它的面哦 我觉得很有弹性很好吃 我要讲一下它的这个青葱油 因为它是用青葱去调食 为什么呢 因为它觉得这样子会更加的香 然后清甜 然后我再吃它的那个青葱 就是焖煮的巧克力色 吃起来是带甜咸的 应该就是那个黑糖蜜的关系 是 真的不会太重口味哦 就是有一种酱油和青葱的香味 它的味道啊 就是刚刚好的那种哦 就不会说淡而无味 好像还有一点花生碎在里面 对 你这样子搅拌过后它就比较均匀 然后又可以吃到一点点那个 花生的口感 它的鸡蛋因为它的蛋黄是已经调味过的 它有放那个哇沙比麻油 对 还有放一点那个黑糖蜜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 有哇沙比的香气哦 是很香的 搭配起来 很好吃耶 葱油拌饭 对 这个就要搅拌了 这个是Basmati米 再加Kinoa 我觉得它好吃在 因为有爱心 有一种温暖幸福的感觉 它的米饭哦 颗颗分明 哎 口感非常的好哦 扎实到来它有一点湿润 但是不是黏黏绵绵那一种哦 虽然呢那配料是差不多 可是在饭在面的时候 有一点分别 它这个杏仁放在饭上面的时候 其实呢会比这个饭面 它的口感更重一些 然后因为放了很多的葱油 炸葱 所以吃起来就是更加香 有一点像我们啊 搅的时候可能搬点酱油啊 搬一点点菜啊 搅在一起这样子吃的股实感 如果你小时候有吃过酱油饭的话 你觉得酱油饭已经很好吃了 对 这更好吃 这晚饭呢我大力推荐 虽然没有放肉啊 但是我吃到很开心啊 会满足一饱饭 一种打从心里面的满足感 如果你喜欢那个蛋黄呢 再生一点啊 你可以把它戳破 然后融进饭里面的 你也是可以跟老板娘讲一下 让它融进去 这个就是有放pesto酱的面包 而且啊里面有那个mozarella cheese啊 它还用那个机器把它夹得很实在 嗯 OK 嗯 嗯 那九层塔的味道很香 它把这个小番茄cherry tomato 放在里面哦 一起拿来夹 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呢 它就会喷汁耶 这感觉还蛮不错的 其实今天我来到现场的时候 我知道我要吃这个面包 我的感觉就是 orange很喜欢 我就可能就 没有什么感觉啊 但是刚刚我咬下去 我吃下去的时候 那个青酱的味道 没有浓到让我受不了 可能因为它有加了cheese 还有那个小的番茄 所以它带有另外一种 咸甜的香气 而且它面包又不会干柴哦 然后咬下去 脆脆的 口感还是很好 其实我们还有一样 这东西可以吃 我知道它有甜品 可以配咖啡的 你知道吗 芒果cheesecake 正殿之宝 而且他们说呢 他们是根据啊 当季的水果来做搭配的 嗯 颠覆了我对cheesecake的感觉 一般上cheesecake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 换浓妆 怕到非常浓的 一个美女 然后美到哦 你看不清楚她真实的模样 这个呢 她是美女 她有化妆 化到刚刚好 真的 你看得到她的这个五官 是多么的清秀 而且还带一点热情的 阳光的活力在里头 因为那个芒果啊 对 那种甜甜的味道 就是舒服的感觉 最主要它的口感 不会让你一吃 你会觉得等一下我会很饱 它是有一点像豆腐布丁cheesecake 那种感觉 所以你吃下去就会有滑滑嫩嫩 然后很浓郁的感觉 然后配上芒果真的非常的解暑 突然间它变清新你知道吗 真的 我没吃过这么清新的cheesecake啊 真的很好吃 喝一口这个咖啡 那时候都很著名哦 而且是我喜欢的Etopia豆 对 所以难怪半五半六礼拜 都很多人来这里 如果你吃了 你觉得很好吃 你想打包的话 记得带你的饭盒 或是一些容器啊 对 来打包食物 因为他们没有给你那种 打包的盒子啊 因为他们也是走着一个 偏环保的路线 对 要教育大家 然后 爱惜地球 最近我妈妈又催婚了 她说最好找一个叫顺德的女人 什么意思 孝顺三重四德 你没有跟你妈妈讲 其实不是找不找得到 那个女的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 你的问题 你知道要求太高了吗 找顺德已经很难了 又要会主 哎呀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呢 不一定要会煮 可是至少你不会煮的同时 你要知道哪里有好吃的 那至少可以填饱你家人的胃咯 这样又是我 你知道哪里好吃的 那你就带你的婆婆啊 你的妈妈 来 我们去吃好吃的 真的 这样就很孝顺了咯 这边不是有咯 哎哟 孙得西方菜 那进去看一下有没有鲜 对 顺德菜它的特色鲜美 你看这个螃蟹吗 好吃就好了啦 还理它什么 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呢 每次到不同的餐厅 我们就要了解它的特色是什么 这就是 你看一下那个烧鸡 顺德烧鸡 你看超诱人的 很特别的啊 它做法有点不一样 等一下吃了我再跟你讲解啊 还有表演 好啦 吃超鸡鲜啊 他们选用超语盖牙 嗯 为什么会这么入味的 哇 你知道它腌制的方式 就是横烤功夫 腌制两三个小时 对 而且它是用浸泡的方式 然后有这个八角啊 香料盐啊等等的 真的是让它渗透进去啊 再拿去烧 所以我刚刚吃这个鸡肉的时候 我发觉它是特别的多汁的 因为一般上如果它是用明火 来烧这个鸡的话 它很可能就会烧到它干掉 但是没有干哦 这个你一口咬下去 真的是肥美多汁 是肥美 很难想象吗 就是烧鸡是肥美多汁 它的皮是薄到如蝉蜜 你知道吗 然后里面的肉 每一口都是有那种咸香味 而且平时我们吃菜园鸡的时候 它会比较有 扎实一点 对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嫩滑 非常香的金排蒜蓉排骨 蒜香味十足 有时候我们还是有吃到很多 关于蒜的这种一起搭配的食物 这个是我吃过的鸡 用蒜蓉来弄它的那个香味出来 最浓的 真的哦 真的很浓耶 因为刚刚其实它一上桌的时候 我有嗅到它的香气 而且它很脆耶 我终于没有吃过炸排骨 可以炸得这么脆 但是里面也是不会干的 然后选用的那些肉 其实也是你知道排骨肉的咯 也是滑嫩滑嫩的 不会太柴 不会太干 对 这是姜葱炒蟹 不一样 我重新认识了姜蓉这件事情 它是在甜的 用上汤去焖煮它 在最后的时候 而且还有用那个牛油啊 它的那个甜呢 真的是有一股牛油的香气 牧师傅它是不是保留了什么 秘密的那个调味料在里头 对啦 姜葱一定是有 有点微辣啊 刺激一点的味道 但是它还有一个温和的感觉 咸甜的哦 有一种你没有吃过的 一种新鲜感哦 真的是清甜香 很厉害耶 还可以保留这种味道哦 所以我们的这个顺德之旅就是这样吗 还有啊 我刚才讲有表演啊 什么表演 火焰表演 喷火的鱼啊 师傅喷火 这次是不是大锅了啊 师傅 哎呀 好大一只锅啊 这些是玩火之后都 玩火 火焰鱼啊 是直接烧它吗 不愧不愧 先我们那个锅头烧到够叶的时候 再放下去那个姜啊 蒜头啊 爆香一下吧 爆香时间 对啦 它有这样的烤鱼 平常也是在现场煮给客人吃的 有一些客人要求啊 你看到这个烤 而且它真的是放很多的佐料 哇很大条的非洲鱼哦 所以它就是有煎过 稍微煎过 再下去给它这样子 哇 哇 这个是很大的火耶 很小的 不是大的 刚刚你倒那个是什么酒 中国白酒 可以去腥味 放了糖再去焖它八分钟 哦 这是高汤啊 对 你的高汤里面到底有什么 骨头啊 鸡啊 鸡脚啊 都在烤 你有放奶的吗 没有 可是为什么它有点奶白色这样 那些酱汤包出来 包得白白的 哦 所以调味啊 那些比例可能就是重点吧 刚刚我讲那个特别的味道 它还没有讲出来 可是它没有 多一点来试上 有因为 有放一个特别的东西 在那个高汤里面对不对 就是不肯讲哦 商业蜜蜜 我们的东西是新鲜 马上炸马上煮的 这样哦 哇 它的汤汁啊 真的是很浓稠 真的耶 可以吃哦 可以吃啊 先吃肉 好 非洲鱼啊 够大条 超过两公斤的话 就是有一种很弹牙 它的肉汁哦 特别好吃的 而且啊 我觉得它这个高汤哦 使到它很入味 对对对 配上这个很浓郁的汤啊 嗯 一种creamy的感觉出来了 诶 刚刚厨师它倒到那个白酒啊 嗯 感觉上有提香到那个肉哦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啊 就好像有那种烧心酒啊等等的 嗯 去除它的那个腥味之外 也是有这样子的效果 来 要不要吃一点米粉 要 我这个最期待的部分 可是 我觉得它的汤哦 很浓耶 你这样子是好像干捞面哦 真的 它就是有那种骨的那种精华 就会跑出来啊 嗯 嗯 可以哦 这个 虽然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咸了啦 但是呢 它配这个米粉的时候 却又差到好处哦 所以刚才西夫就说 诶 你不用去直接喝那个汤 而且吃久了还真的有一种 鱼头米粉 它有加奶过后 有一种奶香的感觉 这不只加奶香 好像有家买那个腐鱼啊 是不是 啊 你是不是有加腐鱼 一点点啊 吃到了 所以你以为我们后脚哦 是白出来混的啊 不是啦 就是因为那个味道啊 导致它很不一样 真的很不一样 顺德菜其实跟我们常吃的那种广东菜啊 口味其实真的很接近 虽然是说接近 它自己还是闯出了自己一条路 如果你有吃到很好吃的美食 或者是有哪一些餐馆你觉得很值得推荐的话 记得email资料给我们 不要令人分享哦 不要令人分享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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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